40家女性瘦肚子每天只需5分钟拥有马甲线 快来跟我一起掌握这个熟灵9天瘦肚子的秘诀 每天只要坐在年底新年晚宴的时候 就会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而且每天只需5分钟相当于跑步2小时哦 好了现在就来跟我一起来跟座 一共只有10个动作 每个动作30秒钟 一共只有5分钟跟座之后在下面打卡哦 第一个动作就是平躺高抬腿 躺在床上之后来高抬腿 然后双手击掌 非常简单 注意上半身可以微微起来 肩膀要离开这个床面 注意来高抬腿 击掌 30秒钟 对下腹特别好 很多人就是下腹捂的不行了 剪掉下腹的坠肉 第二个动作剪刀腿 也是非常简单 全手一直躺在床上就可以做啊 这样双腿伸直 然后像剪刀一样左右的来交替交叉 不用举的很高 上半身尽量能离开这个床面 然后这时候对下腹 你会感觉吧 哎呀下腹真的是很紧张 很酸呀 在这做30秒钟 第三个动作蝴蝶举腿 还是把这个双脚对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去向上抬腿 可以平躺在床面 感受这个下腹的这个紧张 双起膝盖分开打开 然后向上去举腿 这时候对大腿内腿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 30秒钟感受下腹紧张 收力放力 最正好 第四个动作分腿卷腹 还是刚才一样把这个双脚对起来 这个时候向上举手 相当于你的肩膀是离开这个床面 感受这个腹部的紧张 双脚对起 感受到腹部酸胀了 第五个动作是左右卷腹 一下下左下向右一下 感受腹肌的紧张 扭转身体 扭转核心 想象用你的肘去触碰异侧的膝盖 感觉腹肌很紧张很酸 转动的一个动作 第六个动作是自行车 跟刚才的动作很像 但是加入腿部的这个动作 反正来做 双手不要抱头 跟刚才一样 就放在这个耳朵两侧就好 不要抱头 肩膀离开床面 一下一下 左不要着急 腹部酸爽 左右扭转身体 这都是躺在床上练 处击最好的动作 肩脚腹部 最后 第七个动作是左右触脚跟 还是躺在床上 然后双腿大概成45度脚 然后这个时候用你的手 去接触你的脚跟 见谅上半身还是提起来 左右去接触脚跟 当然你这个脚离你 这个臀部越远 肯定是越难 左右慢慢来做 不要着急 感受着腹肌 左右着一个紧张 和用力 这个动作真是还是挺难的 看起来很简单 上半身抬起来 第八个动作是直腿画圈 还是躺在床上 双腿伸直 然后你手可以放在这个臀部下面 来垫着 这时候是向外画圈 慢慢来做 不要着急 腿是伸直的 腿不用抬得非常高 其实越低是越难的 就是画圈 慢慢来做 把手垫在臀部下面 这右方伤到这个腰部 不用画大圈 就画小圈 越低越难 圈越小越难 第九个动作是举腿震动 还是把手垫在这个臀部这个下方 然后举腿以后上下震动 其实震动幅度越小越难 感受你这个下腹部的紧张 不用举腿很高 就慢慢的震动 不用推快 应该是感觉 感觉下腹已经开始酸爽了 第十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V字卷腹 是怎么卷的呢 把手撑在这个床上 这个时候一下 一下的这样做就可以 注意 收紧腹部 加紧 应该感觉到酸爽了 下腹部 腿伸直 收紧 刚才这五分钟跟我坐下了 先感觉这个腹部 尤其是下腹部 真的是酸爽 紧致了好多 当然如果你是40岁以上女性 想实现自己彻底的完美蜕变 尤其是在个新的一年2024到来了 那么一定不要错过我下一期的40岁以上 女性完美蜕变密集的培训 然后就在新年给大家一个新年的一个礼物 你学会了之后就知道如何吃如何脸如何自我激励了 然后刚才帮我介绍了我是张叔 我是NICA国际认证的专业的体能培训师和营养师 所以我想在这个七天的这个培训里面就要把我帮助1867名40岁以上女性 蜕变所用的这个方法免费的传授给你 其实就这个三步法非常简单 现在就可以报名在下面留下 新年蜕变四个字关注我的团队 信息就可以了 学会了之后你也可以拥有 马甲线 满腰 翘臀 精致的手臂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咱们就在培训里见了